卢先生的房子在杭州上城区中旅归锦府小区 去年10月底经装修交付 房子所在的这幢楼位于小区西南角 他家在二楼 然后因为我当时觉得楼层太低了 然后上次说这边有个平材 事业还比较好 然后靠近马路也远离那边的高架 所以觉得位置还不错 所以挑选这边了 卢先生这套房子的客厅和两个卧室朝南 外面有一个阳台 阳台外面是小区外延街商铺的房顶平台 卢先生说房子刚交付的时候 他就发现平台上有一台空调外机 所以我就要求跟物业说后期有空调 如果再装上来的话 就要让他们跟下面的商铺好好商量一下 然后后来发现物业方面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劝阻 然后后来空调就一台一台一台加上来 站在卢先生家的阳台上 可以看到外面有五台空调外机 其中一台有两个出风口的中央空调外机 对着他家阳台 他这个空调主要是对着我们的阳台吹 然后一个能有噪音污染 还有一根是有屋气污染 我想让物业就是说把空调 让他们搬到下面去 不要放在那个平台上 卢先生介绍 有的商铺把空调外机安装在店门口 他希望物业从中协调 消除屋顶平台空调外机对他和附近邻居的影响 找到中旅归景服务业服务中心 物业经理不在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对方 这位经理在电话中介绍 卢先生反映空调外机的影响后 当地社区也介入了解过此事 物业方面就空调外机 放置问题和商户进行过沟通 已经把卢先生的建议 转达给沿街商铺的房东 接下来还会继续调解 那你把我这个联系方式 给你们那个公司的新闻发言人吧 行 我会给到的 好吧 截至记者发稿 没有接到物业公司方面的进一步恢复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则是小型的 我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说 但是我一直在想 在我这种地步恢复的 那一种地步恢复的